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Gigi,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个房子是一套位于休斯顿Richmond这个区域的一套小庄园 这个小庄园我之所以介绍呢,就是因为这个小庄园它是有三栋建筑组成的 并且这个小庄园是没有deed restructuring 也就是说这个地是没有限制的 你可以在这开自己的公司,开这个厂房 也可以在这儿做你的studio等等等等 所以说这个地方是非常灵活的一块地 但是这种的灵活的地有不好的地方就是 如果你买的是种灵活的地,那你很多的邻居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做厂房了 或者是你有很多的邻居在养鸡或者是养鸭 或者是有的邻居就是拿这个东西来当一个农场度假屋就这样子 所以说周边的环境不像那种纯住宅的农场的社区一样 那么漂亮,那么好 但是呢,这个地方的位置又很方便 它离休斯顿的中国城,它离休斯顿的这个KT都非常的近 也不是说非常近嘛,就是差不多离中国城三十几分钟 离KT就十几分钟就到KT,就是挺挨着KT的这样一个社区 如果您对这样的房子感兴趣,欢迎加微信关注我们微博联系我们 并且如果一定有房子在休斯顿需要卖出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 现在我们就看房子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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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房子是一套占地 有好几个acre的一个小庄园 这个房子的特点是 这个房子可以做用于商业 这个房子是没有 deed restriction的 所以它可以用于商业 而且这个房子是这个房东 根据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来 自己建的这个房子 是一个定制 所以它里面很多东西 跟我们之前看的很多的房子 都特别的不一样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一进门 一进门 它的楼梯是在侧面的 这个比较符合我们平常 一些讲究 然后呢 它的右手边 是一个主餐厅 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我们再往前走 就要到这个客厅了 客厅是一个高挑的 这样的一个高挑的客厅 客厅的旁边是厨房 厨房的厨櫺 整体的感觉是比较有做就的那种风格 然后石木厨櫺 就是比较旧旧的那种风格 然后它的这个炉灶呢 是一个电磁炉的 不是个煤气的 在厨房的旁边 这边是一个放储存间 然后现在看到这个区域是一个早餐厅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主要是这个房子的 这个区块分了 好几个区块 后面还有 我们先从外面 里面看一下 一进来呢 它这边是一个办公室 办公室的里面是卧室 主人用的卧室 那它的理论就是这边 整个工作一会儿 然后再过去 睡觉 然后办公室的隔壁 是一个客厅 这个客厅搞得很私密 就是 好像只有家里人会进来 如果有客人的话 可能不会来这边 这样的一个客厅 然后经过了办公室 再往里走 就是它叫竹 说实话 这个房子的亮点 是它这个房子可以用作商业 没有一些限制 当然这个房子的这个装修啊 或者是户型啊 太有主人本身自己的设计感了 所以可能有些地方 并没有什么豪华的这种感觉 一进来洗手间也是比较普通的 淋浴的这个区域不是很大 但是你在这儿坐了几个台间 然后进浴缸 这个设计我还是第一次见 然后这边是一个洗手台 哇 主卧的洗手间只有一个洗手台 这个好像有点少 然后一个马桶间 然后旁边是一个衣帽间 这边进来就是一个衣帽间 主卧就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再继续到另外一面看一下 我们去二楼看一下 因为二楼连着比较大 很多的一些功能区域都在二楼 楼梯是石木地板的 然后再上来就是一个地毯的一个构造 地毯很新很干净 这边呢一共有三个 这个小房间 这边一个卧室 这边是一个洗手间 这边是另外一个卧室 我们先来这个卧室看看 这是衣帽间 然后这是卧室 向前走 另外一个卧室 卧室面积都很小 然后呢卧室的旁边这边 到了 卧室的洗手间 从卧室的洗手间出来 我们就去 隔壁 这是二楼的左手边 哇哦 这儿有一个很大的洗手间 打个灯看一下 这个洗手间很大 这个 对一般的房子不太一样 这个洗手间比楼下那个卧室洗手间大很多 然后这边还有一排柜子 然后这边还有一排柜子 然后呢 它这儿有一个阳台 可以出去 这边出来有个这样的大楼台 然后你就看到它后面还有几个建筑 因为刚才我们看的就是这个建筑 这个建筑 待会我们要去这个建筑 还有这个建筑 所以整个这个房子是有三个建筑构成的 然后它旁边你看 因为它占地很大嘛 从这边一直 包括这个小树屋啊 游乐场啊 再到往后走 全都是这个房子的 好 现在我们就去另外一个建筑 下楼去另外一个建筑看一下 原来它这几个建筑里面是不通的 我之前一直以为这 它这几个建筑从里面是通的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主建筑 是有四个建筑是有四个卧室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看它其他的几个建筑里面是怎么构造的 我们现在从后门过来 然后我们到了后门了 你看哈 你看哈 这是我车厅的位置 然后大门 然后往这边走是一个车库 车库上面是有房子的 然后这边还是有一个房子 我们先来这边看看 哎 它这 挺有意思 它不让关这个门 我们可以打开 你看它这里面又有一个房子 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房子 哇 这个房子很明亮 户型也很规整 然后它的楼梯在侧面 然后就这样子 这是一个完整的客厅 然后再往里走 有一个套间 然后这边是个洗手间 这边是一个房间 就这样子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的旁边是泳池的设备 所以我觉得这个房间可能会有点吵 泳池的时候我会响 我现在这个站在这就能听到一点点声音 哎 不大也 也不是很吵 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房间 然后我们再往里走 里面是厨房 厨房的侧面 也就是房间的侧面是个洗手间 就是一个蛮普通的洗手间 然后这个洗手间没有镜子 没有放镜子 然后往里走呢 这边是一个早餐厅 里面是洗衣房 这个洗衣房还很大 就这样子 然后洗衣房 看出来 然后它这个窗户啊 做的还不错很明亮 没有开灯都很不错 然后里面就是一个完整的厨房 但这个厨房的电器都被拿走了 不过 然后就很完整的一个厨房 就是现在我看到的这个房子 然后我们现在上二楼看看 上二楼 还有两个房间 右手边 哇 这房间还很大 看 蛮大的房间 就蛮大的一个房间 是一个卧室 然后这边是卧室的一个衣帽间 衣帽间也很大 通着的 就这样子 然后房间的右手边是一个 厕所 这个厕所有点简易 也没有厨子 比较简易 是这样子的一个厕所 然后厕所的另外一面还有一个房间 这是另外一个房间 就是比较长方形这个房间 然后也是有它的衣帽间 当然衣帽间里面做了个柜子 还做了一个学习的台子的感觉 这就是这个房子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建筑 因为它这个房子没有 restriction 所以 这个房子可以做商业 做任何你想做的商业 开公司开工厂都没有问题 是没有管辖的 但这种房子也有不好处就是 周围确实有人会开公司 用一个商业 就像隔壁就是一个公司 隔壁你看到这个仓库就是一个公司 然后 这房子是有泳池的 泳池就在这 全部硬化全做好了 做了这样一个泳池 很干净整洁 然后旁边还有这么一大块地 整个 包括后面的那块地 都是这个房子的 就没有再用 然后现在呢 我们再来 这个房子看一下 这个房子其实是车库上面的 应该 这是车库 车库这还弄了一个 码头 然后这是其中一个车库 那它车库上面是有房间的 上来看看 这有个门 大家看看 哇哦 哇哦 哇 好大 好大 好高 调高的一个车库 这个车库可以放那种高船 非常的高大 然后它放了好多货物 这人可能是干建筑的 有好多这种材料 哇哦 好嘞 我们现在去它的二楼看看 这边 上二楼 如果您想买了这个房子 做一个自己的studio 或者是用于一些商业的用途 觉得这个 还是很坚固的啊 它二楼就这样一个空 空的一个平层 没有空调 所以在单独架了一个空调机 就这样子的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特别 好 我们再去看看它一楼还有一面 是什么样子 这房子让我来拍的时候 就给我讲 这个房子很特别 还真的是 跟平常看的都不一样 应该说这个房子实用性还不错 但是 好像 没有什么太 太 太坚固 这个美观性 然后我们这边 这边还是一个像仓库一样的地方 就是一个大车库 但是它做成仓库了 这个人 有自己的一些产业 应该 所以它有好多配件 就这样放在这里 然后这就是今天看的这个房子 至于它占地到底有多大 我们在航拍上显示 那这个房子的位置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房子所在的位置 是什么样的 这个位置的一个房子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这个房子 在整体的大地图里的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给大家看一下 它所在的大地图里的位置呢 是休斯顿的西边的这样一个方向 地图当中它是在这个位置的 那它正好是在休斯顿 Richmond这个社区 为什么说这个位置 我是认为非常不错呢 就是因为这个位置是挨着Kitty 南 这个地方就是Kitty 而且是学区最好的 卖的最火的南Kitty的位置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小农场 就是挨着Kitty 一条马路之隔的位置 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 还是很有发展前途的 并且它的占地是非常大的 好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今天看的 这个房子的周边看一下 你看我们回到了这个房子的周边 您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 这个房子周边的一些布局 比如说在这个房子 离至最近的地方有一个正常的社区 是新社区 还有一些湖景的社区 然后呢在这边呢是刚开的新社区 所以它的这个位置周边 已经在慢慢的开始开发了 那这个房子呢 还离非常 现在发展的非常好的 West Park这条高速公路特别的近 我们来看一下West Park这条高速公路 这条路呢就是West Park这条高速公路 这条路 红色标志出来的这个就是 那我们的房子在这里 它离高速公路非常近 所以它马上上高速就可以去中国城 也就是半个小时 然后过了这条高速公路 您看到这些社区都是有湖啊有井啊等等的 这就是Kitty有很多非常好的社区 都在这个部分 所以在这样一个离非常好的社区很近的一种庄园 而且它是完全没有限制的 可以做商业可以做住宅的这种庄园 我觉得它还是非常有前途的 而且它的报价只有 还不太到100万美金的样子 所以今天我们介绍的地方呢就在这里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它到各个地方的距离 到底是什么样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去中国城是什么样的距离 去中国城的话差不多25分钟就到了 如果我们再看一下它去Asian Town 到Asian Town是19分钟 那其实还不如去中国城 更方便一些 中国城的亚洲超市更多一些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离它们附近 最近的一个商场和超市的距离 那非常的近 到附近的沃尔玛和非常大的超市 就只有8分钟的距离就到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去学校的距离 到这附近的学校也就是 十分钟十几分钟就到了 所以整个这个庄园社区周边是很方便的 我会尽量的给大家挑比较方便的庄园 社区去介绍 因为这种周边社区比较完善 比较方便的地方的小庄园 对于以后的增值潜力 还有生活方便程度来讲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尽量会介绍这样的一些状况的小庄园 好了这就是这期的Gigi休顿房屏 如果您对休顿地产感兴趣 或者您有休顿的房产要卖出 欢迎加微信 关注我们微博联系我们 我是Gigi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